我們搭一隻2845就是一隻電動車相關的ETF 這是一個問題 他說有沒有機會上回160元以上呢? 因為他168元有貨的 昨天154元他就減了磅少少 不過之後又升了 其中一隻他們持倉比較多 寧德時代 之前跌得比較急 見到這兩天都是升了 如果持有245的話 Jason你覺得有沒有機會上回160呢? 就見到本身在電動車的行業裏面 近期的電池相關股 的確是受到一些壓力的 因為大家都意識到本身 那個原材料理價升得太多 你說做電池去加價 當然是可以部分轉價到 但是又可能會有個競爭 因為當你加價 別人不加價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機會流失一些市佔 還有就是寧德時代近期跌有很多傳聞 當然有些真還是假就不知道 但是有些潛在的隱憂 都要小心 譬如說之前是獨大的 但是現在比亞迪 一些刀片電池都開始興起了 譬如Tesla之前 全都說有機會可能和比亞迪 都會買回部分這些電池 對於寧德時代來說會有影響 但是當然如果你買這一類的ETF 它的倉位順便不斷會轉變 如果你說寧德時代的股價跌下來 我亦都相信他們在配置上可能會減一些 可能會增加一些 可能會增加其他一些 相對市值是大一點的公司 所以如果你說以一個中線 整個政策面 整個電動車發展的行程來算 應該就不是說差 但是短期當一些重磅股都是受壓的 近期若你還未能跟到市場 都可能令到這隻ETF 會有少少的落後 但是你問過這些價位 買就比之前好 去到200多元才追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這些價位 拿也好買也好 應該中線來說的問題也不是太大 是 可以留意著那些價格的走勢 對啦 好